作詞菇 詞菇 曲 внешKIH 誓詞菇 詞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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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不舍爱与自由 穿过荆棘越过几重高楼 千残过尽谁余游 远离尽世世跌宕为天下苍生 忍不起最初的天真 誓言落地深深刺心天地刻着 越黑暗中越多无辱星辰 远走过命运复仓偏向阳而生 年华已顺年作永恒 天路漫漫心中又不灭格格 有一人在迟迟的梦 有一人会将梦完成 一一群 跟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爷 你 您怎么来了 你在挖花 不是 小人这是在移栽 为什么 王爷 您看 这公主赏我这花盆 实在是太贵重了 小人要把它 好好地收起来 您知道吗 就这花盆 能卖上百两呢 但是意义特殊 小人也不敢卖 更不敢把它 随随便便地 就放在院子里面 万一被人偷去了怎么办 所以啊 小人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这牡丹花 移栽到我这个 土桃花盆里面 然后再把公主赏我的 这个花盆 好好地珍藏起来 王爷 这么晚您过来 是有什么 要紧事 本王想问你 今日 今日赞花失惠 你惯会耍小聪明 是不是该给本王一个交代啊 王爷 小人正想好好赶紧您呢 好好说 王爷 您慢点啊 王爷 小心 小心 小人承认 今日是小人 故意误导他们 让他们以为那首诗 是王爷您做的 但是我没想到 王爷您居然这么配合啊 还故意泼了杯茶 引起他们的注意 这才让小人侥幸得了同名 你是怪本王过分配合吗 王爷 您平时嘴上总是说 不帮小人 可实际上呢 您最是 嘴硬心软 人美 心善 小人感激得不得了呢 果然是没跟错主子 诶 本王帮忙并非是无常的 今日泼了那杯茶 脏了一身衣服 本王这身衣服 还要一百多两 一一百 百 要不 你把这花盆 赔给本王吧 王爷 您看 要不然 我把这花 赔给您吧 这种品种的牡丹花 少说也要上百两一朵 如此 富丽堂皇的人间富贵花 最配王爷这样 尊贵的身份了 王爷 把花收下吧 再说了 今夜这头名 可有一大半功劳 都是王爷的 说到底 小人 也就是沾了您的光 所以这彩头 咱们俩一人一半 最是吉利 后日便是殿氏了 你还有心情在此 养花遗草 公主的花盆 王爷的玉佩 小人都要定我 对于后日的殿氏 小人 还是有些许把握的 王爷 您这是买了盆花 这是别人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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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太后查末 没有疑点 幸亏王爷神机妙算 早早派妃营小队去江南 抹去了牧桌花改籍的痕迹 区丽 区丽 我们把考栏 把考栏再检查一遍吧 小姐 明天是电视不让带东西 对对对 电视不让带东西 那衣服呢 明天要穿的衣服呢 把衣服再查一遍 衣服 我都检查五遍了 小姐 检查好了呀 你是不是紧张啊 什么 紧张 对 我是有些紧张 小姐 来 你跟我来 三姨娘 小姐 小姐每天都在听您的话 每天都在读书 每天都读到很晚 十分地刻苦 求您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小姐 明天的电视顺顺利利 金莽齐鸣 金莽齐鸣 阿娘 女儿一直 紧禁您的教导 十多年以来 始终勤学不错 女儿有幸 终于等来了 重开女子恩科的黄宝 明天 我终于要参加电视了 您在天之灵 一定会为女儿骄傲的吧 阿娘 阿娘 您放心 我一定会考上的 您就等着 女儿回来跟您报喜吧 电视开始 众考生入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天 今年考题 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 这考题考得 有一半是才华 另一半 却是揣摩上意的本事 陛下登记二十四年 多识人证 修养生息 如此看来 很多人会压在无为之上 无为 无为 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有为 还剩半场之 两颗中 能写什么呢 身运不济啊 刚来 是最后一面吧 估计是看到了父皇 心里慌了 这才打翻在燕台 父皇仁慈 应该不会追求他的过失 不是的 燕台是莫名其妙自己翻倒的 我分明没有碰到 是谁要害我 我又得罪了谁啊 怎么办 怎么办 还在读书呢 穆小夕可真是个书呆子 喂 等等我 这个就是我的 怎么了 还在为白天的事情不高兴啊 不用去管他们说什么 可是阿娘 他们说我是书呆子 他们懂什么呀 孩子 你要记住了 女人也要多读书 也要有自己的追求 就算被锁在这规格里 也不能做一支 任人摆布的金丝群 你一定要记住阿娘说的话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别人的手里 记住了吗 孩子 看书吧 姐妹们都去抢那些珠宝首饰 抢烟粉绸缎 我都不要 我只要数不清的书 想要片刻的安静 如果可以的话 再给我一盏不会熄灭的灯 让我可以在夜里 看书写字 我还有半张纸呢 我还有半张纸呢 以前那么难 我都没想过放弃 更何况 现在是走到了这里 他怎么还继续写 直接放弃多了 就半张纸了 也写不了几句话 困兽之都罢了 好 好 好 殿前诗仪 满场考生中的独一份 沈公子好精 如此品格 考中会是第十七名 畅真是侥幸 说得是啊 他这十七名掉了下来 那咱们的名次 不就能上升了吗 如此看来 倒也是兴时一桩啊 对对 请 之后 有再继续做打门吗 不用担心 虽然发生了点意外 但若是用心打铁 我想陛下也不会怪责 我觉得自己达得挺好的 面对这意外之后 还能保持如此心静 不愧是你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会是 众考生殿外等候 与陛下殿前对答 宣 沈真红敬见 杰 杰 杰 沐浊华觐见 学生沐浊华见过陛下 平身 不错 你年纪轻轻 心性极稳 朕还以为你会当场哭出来 未到山穷水尽之时 不可亲言放弃 便到走途无路之际 也应孝对生死 这便是你答卷上的 近人事已听天命 陛下明见 寥寥数字 说尽了人道 也说破了天道 不错 你年纪不大 却又如此境界 着实不易 谢陛下夸赞 但你今日殿氏犯了大错 污了试卷 虽然临危不乱 还教了四局 但恐难以服众 所以朕就再给你个机会 你用无为而至 来筑解仰边策给朕听 是 陛下 无为而无不为 顺志 则天下大志 解边关之忧 因势力党 民心所向 则势 无有不成 藏力云民 则批万幸 则民无有不忠 广开教化 人心思一 则国 无有不明 臣无有不义 民无有不忠 四海 皆可归一 以上 便是学生所想 善 那你的意思 是不打仗 便能四海归一 打还是要打的 教化大兴 国父民强 这才好打胜仗 教化他们 是为了不打仗 打仗 是为了让他们坐下来 好好听话 你呀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去 他这一关 过得到着实漂亮 陛下 是否招下一位考生 殿前对答 不必了 朕心里有数 殿下 你意想如何 恭喜陛下 得见诸多 难辰栋梁 这个坎儿 我总算是卖过去 但是真的好难 好难 招明 二十四年殿氏 一甲第一名 沈晶红 赐晋氏吉地 一甲第二名 孙云谦 赐晋氏吉地 一甲第三名 沐浊华 赐晋氏吉地 我 沐浊华 还不赶紧谢恩 叹花 我居然是 叹花 陛下 赐宴宣正殿 恭喜诸位 心科尽舍 陛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位 都是南臣的未来公骨 日后 便当时时以国为先 事事以民为本 尔等请尊陛下孝好 主位 朕 敬大家一杯 父皇 太医说过 不让您喝酒 这酒 便让儿臣带您喝吧 也好 也好 谢陛下龙恩 公主陛下 强责未央 祝南臣 何清海宴 沈爱卿 陛下 是爱情还未成家吧 朕的公主柔家 终灵玉秀 纪弱福清 只是为了替已故的 未婚夫婿 薛孝堂守洁 这才耽误至今 双元郎你看 他可配得上你 父皇 且不说状元郎 小我几岁 他早已放言 不成一品 断不取气 他既至曾高远 又怎会甘愿 当一个无权的驸马呢 沈金红 不成一品 断不取气 如今在公主面前 你还是这般想 回陛下 婚姻之事 不过是锦上添花 臣蒙陛下龙恩 得众状元 必将鞠躬尽催 为陛下 为南臣百姓 略尽绵薄之力 也罢 今日倒是朕 乱点鸳鸯谱了 如家 日后你若看中那家儿郎 告知于朕 朕 定让你风光大驾 沈兄 你是不是真的爱慕柔家公主啊 公主人心人德 世人亲母本就是常事 只不过 轻木跟嫁娶 毕竟是两回事 难道 你不轻木公主吗 轻木 沈兄说得对 我也轻木公主 二位元秀 请 来 请 恭喜啊 恭喜 恭喜 沈兄 我有个问题 想跟你探讨一二 你说 你说 你不寻是非 但是非 自来寻你 又该如何自处啊 那便找到她 解决她 明白 大殿之中 不可能无风自动 这燕太绝不会是自己的 是有离我近的人才能做到 是有离我近的人才能做到 木炭花 丁王殿下 琼琳艳芳才散了 你可是要出宫 正是 夜深了 怕出宫晚了 会迷路 正好本王也要出宫回府 随我来 还未来得及恭喜你呢 也要恭喜王爷呢 喜从何来 有了我这么一个得力助手 难道不值得庆祝吗 你何时成为本王的助手了 不过 今天这事确实凶陷万分 你能转为为姬 确实也是胆识过人呢 我要是不重的话 那大殿下 定是喜闻乐见了 琛儿不是这样的人 那 二殿下和三殿下呢 他们与你不熟 你重与不重 与他们自然也没有关系 这么看来 电视上打翻我燕台的人 正是定王殿下 是我 王爷不看小云 是不是心里并不大人 今日电视的时候 如果小人心智不见 别说是进皇城赋宴了 恐怕就是犯了大不敬 要终身尽考了 幻海臣服 女子为官尤为不已 今天故意打翻你的燕台 是想试一下你的心心 如果 你连这点难关都过不了 这点难关 此事对王爷来讲 是轻如胡帽 对小人来说 却是重比泰山 小人身为女子 自知女子科举之难 千难万贤走科举之路 所求的不过 只有自由二子 书外有惊天 天高任鸟飞 小人就是要求这条路啊 王爷因为小人是女子 就强行驾驶 这难道就是当初 您提请要重开女子恩科室 要给我们的公平吗 我 我 王爷 小人就是觉得心里委屈 你也不必如此 是我错了 王爷 您是说 以后 我都会像这明灯照着一样 前路 一边坦途 恰恰相反 你以后的路 怕是没那么好走 本王所求 早已令周神都危急重重 初世见你可疑 方才连番的事的 怎能想到 却将你牵扯到旧事当中 我已命人 将你改集科考一事 抹去了痕迹 你不必再为此事忧心了 之后 你大可远离我这个是非漩涡 只要谨言慎心 持身守正 你的官徒 应是安稳无语 若是 你仍想投在我的门下 我也一定会全力护你周全 只是 你也应有所感 此路并非青云梯 而是廖乔碧 这玉佩 便是你高中的贺领 全当它是护身符 希望能有你平安 这玉佩 难道还跟王爷 上过战场 这可太珍贵了 不管走上了哪条路 就你今日这份心性 也一定会逆流而上 一览群山 小人请进王爷教会 以后同朝为官 你也无须再自贬小人 谢谢王爷 我记忠宠高楼 千残过尽谁与佣 愿离离 愿离今世时时跌宕 为天下苍生 忍不清最初的天真 千路漫漫心中 有不别的灯 有一人在迟迟的灯 有一人会将梦 完成 有不 countries 努力 具力 具力 我回来了 小姐 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陛下给你封关了吗 具力 我得跟你说件事 我今日 把丁王殿下给骂了 骂了 那 那小雪你怎么还安然回来啊 你是来见距离最后一面的 完了完了 小雪你放心 你要出这儿的距离绝不独活 只见芝麻在外面呢 你找他要打的三百万额 好了好了 逗你玩的 丁王殿下要是真的怪罪我 你小姐我还能活着回来吗 收灯去吧 小姐 你是说 王爷他承认打发宴台是不对的 他还跟你道歉了 是啊 他跟我道歉的时候 我都吓傻了 他那么尊贵的人 居然就那样弯腰跟我道歉 是挺难以想象的 他不仅给你道歉 还拿着一个玉佩做贺礼 不过小姐 这玉佩也不怎么值钱吧 王爷也太小气 举丽 这可是丁王殿下 李贤下氏的证明 这是无价之宝 都不用等我开口 他就帮我把改籍之室彻底摆平了 他人可真好 跟一般的权贵 完全不一样 话是这么说 可王爷仇人多 身边也危险 小姐 你还要继续帮王爷那条大腿吗 以前是身不由己 如今 他让我做选择 是远离他呢 还是投入他的门下 但是 我却不知道 该如何选 是不是很难选吗 当初你投靠帝王殿下 是为了保命 如今当然是保命要紧了 也对啊 保命要紧 对了 北城的房子找得怎么样了 找着了 陆大娘说了 朱雀街旁边那一家就可以租了 旁边还都是一些老太医的住所 但就是房子太大 租金有点贵 多少钱啊 一个月得十五贵 他们怎么不去抢钱呢 是贵了些 但十五贵也得住 阿娘记忆中的房子 应该就是在北城附近 据令 咱不想鬼 我要帮阿娘查清身世 不能让她一直做无根的抚平 钱没关系的 我会想办法 你 请 不着华 严州人士 昭明二十四年 衣甲探花 受汉黎院正七品编修 主者施行 致可 多谢陛下龙恩 恭喜慕编修 这里是全套官服 请您两日后 着官服前往汉黎院点卯 对 多谢公公 您收下 这 那咱家有事 就先告辞了 麒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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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不忘情未了 在耳边撕咬 回忆出了脚 无处停靠 凉凉相望与小小 谁化作云烟飘扬 留下新的孤岛 做无碗葡萄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 为一个拥抱 用一生灼烧 在前方过境里寻找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 为一个心跳 用天荒定调 永不离散我们早说好 爱恨纷扰 忘不了 就算隔天地悠扬 灵魂香涌 情绕绕 三一笔构想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 为一个拥抱 用一生灼烧 在前方过几里寻找 明明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我不得 闻前不绕 为一个心跳 用天荒平调 留住你一眼 哪怕多一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